每年都會回來吃的 因為我們是澳洲回來的 回到來都找了一段時間才找到 吃開就知道了 很久了 舊店在那邊一直幫到現在 停了之後 我們看到她都叫她開店 雖然她的名字不同了 但我們都認得她的味道 和人情地 所以我們都走回來 一定要光顧她 我們化學甜品之前已經開了25年了 建業的主要因素都是因為租金問題 租金的升幅比較大 所以都要忍痛建業 建業的一個星期 最後一個星期 每天都會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人 抓著她找她拍照 找她合照 看她留下最後留念 老闆她很想見街坊 她是一個很有人情味的人 她每次見街坊都會覺得 有些溫暖 有些觸動 所以希望開店和街坊見面 加班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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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職業晚餐 加班廟 關於價值 不加 現在才展開 已經算是八折 加班廟 終於都是因為老闆想回饋街坊 真是光顫了這麼多年 街坊來回來之後 他有時候會跟老闆說 他說 我在小時候已經來吃你了 現在我都這麼大 都見你們 都挺開心的 而且也會有些街坊 會關心一下老闆 或者關心一下 現在大家的人 是不是都是那些人 都是那些員工 我覺得是挺溫馨的一件事